今天我安排了自己一个人去马来西亚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因为我安排了工人两个清洁锅 在家里帮我打扫 两个人 加起来是十个小时 一个人帮我打扫 我不肯是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多少钱啊 两个工人五个小时 一百八十块钱 马币 不是新币啊 是马币 现在是早上 早上将近六点钟 天还很凉爽 暗暗的 我现在就从家里出发 昨天我的车趴在哪里了 我的车趴这里 在两辆大车之间 要上车的关卡 我现在来到了乌链的关卡 惊喜现在 居然塞车耶 看那边 有车 前面这边就是那个 Custom了 平时呢 我都是跟 爸爸 妈妈 以前啊 在COVID之前 我都是跟爸爸妈妈进去 马来西亚 白礼礼拜的时候进去的 自从COVID了之后呢 嗯 现在 因为屋子太脏了 需要 根本没办法住 所以呢 也不方便带 两个老人去 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 来回的跑 马来西亚 在打扫 今天我请了两个 我聘用了两个终点的女佣 呃 第一次啦 第一次聘用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 但是 价钱是很公的 很合理的 希望等一下 我会 我会从三楼先开始 先叫他们把三楼 还有那个厕所洗干净 把三楼洗干净 厕所洗干净 然后呢 再到 然后就把那个 窗帘 拿下来洗 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办不到的 是可以办的 就是要花时间 我觉得不值得 一个小时大概六块钱 新币的话 我一个小时 的 net worth 不只是六块钱 所以我觉得 请他们来 帮忙是很值得的 假期的时候呢 我一踏足马来西亚 就跟妹妹一起去 付了那个 property tax 一共欠了两年 两年到三年了 三年的 那个property tax 没有管 玩的时候是 玩了四千多块钱马币 看马来西亚还有两个税收 一个是 property tax 一个是 门牌税 门牌税 门牌税呢 一年是一百多块钱 property tax 要一年是一千多块钱 一千六百多块钱 奇怪的是 它的那个 门牌税 对吗 它是不会 它比较便宜的那个门牌税 你要去到挺远的地方 去那个 靠近那个叫什么 Lukkin Lukkin 八星的圈那边还 然后 它是不会给你 发任何的 邮件啊 通知信啊 来通知你 叫你去还的 它直接就是罚款 你没有带 你没有 定时的 付那个税 它就罚你钱了 以前只是罚十多块钱马币啊 现在一罚呢 就是罚22% 所以我收到那个罚单的时候 就是说我付钱的时候 我就 哇 为什么这样贵 原来是罚了 22% 乘以3元 所以我就是罚了66% 所以我的钱啊 我换的那些马币 都不够 让我去交这些text的 之前我在皮包里面 就是COVID之前我换了 一千块新币 换算成马币有三千块钱这样子 我算一算一下三千块哪里给我还 那个text 所以我就去又再换了一千块 所以总数我有六千块马币这样子 可是这六千块马币呢 一下子就换完了 没了 现在我等一下还要去银行再提款 现金社会 钱啊 是很容易花完的 现在什么东西都贵 油价也涨 什么都涨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会怎么办呢 真是 OK 早上了 我现在要到了 这个是 过了那个Gut House 你就向右走 然后最后的这个脚尖就是我家了 好 OK 成功大家 就是呢 把门关上 然后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开这个水槽 才会有干净的水进去屋子里 来看看一下我的屋子的外观是怎样的 我从这边 出去啊 从这个铁门这边出去 我从这个小门出去 这边呢 每户人家都会有一个垃圾桶 这边有看到邻居把那个车子趴在我家的围墙 这边 只要他们不要挡住我的这个门口呢 我就让他们趴 因为 反正我也不住在这里 这一栋房子呢 的外墙我游了 黑色 是一个三层楼的房子 而这棵小树呢 是 两年半前我种的 现在已经长得这么大棵了 像是一个Christmas tree 不用去打理它 它自己会长的 神秘力非常的坚强 站在这个角落呢 来看这棵房子 像不像是一艘大型的游艇呢 挺像的哈 然后 你看这整整到这个围墙呢 是非常的长的 要走走走走走到尾端呢 需要一点时间 这条路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车辆走过的 早上我会看 早上和晚上呢 会经常看到邻居在这边散步 或者是跑步 好了 接下来我们已经来到了 后院这里了 这是属于后院的部分 你会看到这边我建了一道内墙 OK 其实我是做了一点改变 我打掉了这个外墙 然后在这个里面建了 自己建了一个内墙 然后我放了一个铁门 在这边锁住了这个铁门 代表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后门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其实我是参照了一些风水的书 然后我把这个 里面的这个格局给破了 破了它的这个正法 可能大家会很好奇 我怎么知道这个正法 是不是有效的被我破了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正法呢 有效没效 你只要看你的银行的存折 你就知道了 在我建这个内墙之前 我发现到我的收入虽然是挺稳定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留住那个钱财 但是当我破了这个正法之后呢 我就发现到 我很容易积累财富 那钱财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有进没出的 就是一直能够不断的积累 以至我在短短的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已经存够足够的钱 把这整栋房子给的贷款给付清了 所以这栋房子呢 到底要卖还是不要卖 其实我的压力并不大 我的压力是来自说 我如果留着这个房子空着 没人来 那是一种浪费 现在我们家里还请了一个缅甸来的女佣 那要把这个女佣带来马来西亚 我们还要办理那个签证 这个签证要怎么办呢 还是一个头痛的未知数 如果我可以把这个女佣给带来呢 那就太好了 因为他就可以帮我们打扫这个房子 那定期有人打扫的话会很好 我发现他这个房子只要干净整洁 住起来是极端的舒服的 是一种享受 工人到了 他们现在在楼上打扫 我也是满足大汗 先看看他们打扫的情况 我先让工人打扫三楼 然后爬到三楼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天花板漏水 应该是屋顶不懂是 可能瓦片没有盖好 所以有一点漏水 好现在工人正在西地 这些书籍呢是有相册啦 有以前我读中医的一些书籍啦 还有一些算命的啦 风水的事我都有读 到时候没有用了我就扔了 然后这些窗帘呢 我都已经叫工人把它给摘下来了 已经到楼下去 准备洗了 然后另外一个工人正在里面洗厕所 当我正在拍摄的时候呢 突然间我发现到阳台上躺着一只黑色的鸟 于是我就叫来了工人 然后我告诉他们这只鸟死在这儿了 于是呢工人就立即拿了黑色的这个垃圾袋 把这只鸟呢给放进了这个黑色的垃圾袋里 谁知道呢就闻到了一股味道 然后地上呢还发现到了好多只那个maggot虫子 就是说这只鸟死在这儿应该有一两天的时间了 这个然后工人呢就立即泼水 就在那边洗刷 吓死我了当时这个场景 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来的话呢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你看他还撒了这个洗衣粉 平时呢我连去那个巴沙 冻一下那个鱼和肉我都不敢 现在你叫我去碰那只死掉了的鸟 我真的是不知所措了 幸亏今天请了这两个工人来帮我解决问题 看啊可非两年半的时间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鸟死在这儿对吗 但是我一回来 我就一回来就是刚好今天还请了两个工人来 就有这只鸟死在这儿 然后就有人帮我处理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挺幸运的了 非常感恩 可以看到这个门这边 非常的肮脏 OK 这个门 夹在门缝之间呢 有那些灰尘呢 这样打扫起来不是简单的 那工人现在在泼水 不断的泼水 打扫完了之后 这个整个屋子看起来 通风 干净整洁多了 像人住的地方了 之前呢我是完全不想踏足这个地方 因为地板又脏 然后又暗 然后我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垃圾 我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有帮手呢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我觉得现在 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哦 你看这个工人 现在连这边的这个窗 的这个阳台也帮我洗了 之后呢他们还爬到 这个我的主人房 主人房的这个窗口上面去帮我把这个窗帘给挂好 因为之前呢 妹妹帮我洗了这个窗帘 但是她挂错了 于是我叫这个工人把它挂错的那些窗帘摘下来 然后又把它摆正放好来 好接下来就让我来用这个电炉来装水 泡一些热饮给工人们喝 先让我把这个水壶带到 湿厨房去装水 因为那边有一个过滤器 在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 你不可以直接饮用水用头的水 你必须要有用过滤器来过滤那些水 外面呢装了一个过滤器 那么里面这边呢 如果你要用食用水的话呢 饮用水的话呢 就必须再过滤多一次 那怎么使用这个过滤器呢 这边你要开这个水龙头 然后就要开关 就是没有过滤的 这个我这样开了之后呢 就是等同于我要用那个过滤器的话呢 然后就把那个水壶拿到那个过滤器那边去装水 这个水流量不大是挺慢的 所以要有耐心慢慢等 好 差不多要装到多少呢 我会装到将近max吧 因为我们有三个人要喝 剩余的水呢 我就当成是摆开水这样喝咯 可以装到max了 好 OK 现在我又把它拿回去干厨房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女用房 女用房里面摆了一个洗衣机 现在这个洗衣机正在努力的帮我洗窗帘 三楼的窗帘一共有9片 我刚才拿下来了 每一次洗的话只能够洗3片 那么每一次洗的时候只能需要用到一个小时 所以单单这个三楼的窗帘就花了我三个小时的时间 有人帮忙打理呢 整个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 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跟精力坐在这边思考一下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我看到这个厨房呢 有一些东西可以做的就是把厨柜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看看到底是要扔呢 还是要收 比方说这个抽屉里头的这些汤匙啦 筷子啦 厨里面的这些碗盘呢 如果太多的话 要考虑说把它给扔了 上面的这个柜子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 都是一些瓶瓶罐罐 我已经问过老爸了 老爸说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需要扔的话 就可以大胆的扔 那这个厨里这边呢 就是发黄了 需要工人帮我妈洗 因为我帮不上什么忙 体力有限 所以我最多能够的做的就是 不断的问工人 你们渴吗 你们要喝水吗 你们要喝热饮还是冷饮啊 他们说要喝咖啡和美露 所以我就去泡了 至少我还能为他们做一点东西 泡完了之后呢 要立即清洗 要把这个污过给抹干 因为这个桌子是抹干的 如果没有立即抹干的话 待会呢 会沾上一些污过 就很难清洗了 我们来们 可以收到 了解 收到 爹 帮我